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在台湾有很多美食之所以迷人 除了传统口味之外 也会随着时代变迁融入一些新的创意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您寻找最流行的创意美食 首先来看到曾经被外国媒体评为世界第一怪的食物猪血糕 还有臭到令外国人褪毙三射的臭豆腐 以及外形黑黑不讨喜的皮蛋 你能想象这三样怪食物加在一起 是什么样的味道吗 我们要带您到士林夜市商圈来寻找这道 同时把臭豆腐 皮蛋 猪血糕 用三杯料理混合做成的创意美味 吃了滋味会令人很难忘哦 国中印尼来 臭豆腐很臭 我是荷兰人 我觉得冰蛋很奇怪 国中印尼来 没听过 猪血糕 让外国人眼鼻害怕的臭豆腐 还有外表黑妈妈的皮蛋 以及被外国媒体评选为全球最怪的食物猪血糕 这三项的任何一种都让外国朋友怕怕啦 不过竟然有业者挑战把三种怪食物放在一起住 有人做三杯米雪 有人做三杯皮蛋 那可能没有人做三杯臭豆腐吧 那这三样是我们台湾来讲说 外国人眼中最奇怪的三样食物 我就把它组合起来 我想办法去腌它弄它 然后就把它弄成一道菜 喜欢创新的陈老板 当初把这三样怪食物放在一起 要让三怪变得不怪实在很费力 光找适合的臭豆腐就花了一两个月 才找到容易入味的手工臭豆腐 它是手工的 而且它有毛细口 整个我们只要把它切一切 放下一些我们需要的调味料下去 味道都可以进得去 而且很香 很臭 应该说很臭 因为臭豆腐 然后吃起来那个味道是又有弹性 它当你在吃的话是有弹性 一般我们外面买的话 通常你都会找到那种 像炸的臭豆腐是样结实 然后我们一般煮 就是轻炖的或者是煮的 都是需要比较嫩一点的 切块腌制的臭豆腐 仅是一小时入味 另外两块前置作业也很重要 皮蛋还得先煮熟 锅壳后沾上一层薄薄炸粉 是为了帮助定型 这三种食材就能下锅油炸 锁住原味 因为像比如说像臭豆腐 如果你没有炸过的话 它可能就会炒起来 就会整个煮在一起 然后米血也是 因为米血它本身是 那个猪血跟那个米 那你煮起来 可能会一颗一颗都剥落下来 那你把它顶型后呢 再加上煮会有腌料 所以它会整个包覆在里面 让它的香味是更浓更浓 三杯的话当然就是麻油啦 还有那个米酒跟酱油 这三样东西组合起来 下到出色的食材 还用三杯手法烹调 这名为三杯三怪的美味 味道让人惊艳 猪血糕的外层酥酥的 一旦咬起来QQ的 臭豆腐带着咸香味 三种怪食物加在一起 完全颠覆你的想象 原本听到三个盒在一起 应该很乖 可是吃在一起 它感觉还蛮协调的 还蛮香的 虽然说很臭 人家吃到嘴巴里面还蛮香的 有酸 有 然后那个臭豆腐还蛮Q跟外面不一样 它味道很好 我喜欢它 很可疑啊 因为好像从来没有看过这类型的食物 吃起来的味道 吃起来就是意外的还蛮搭的 就是很下饭 就是会一直很想吃 这家位在士林夜市商圈 小东街上的餐厅 开业不到一年 却因为老板好客大方 迅速累积人气 附近学生觉得这里CP值超高 免费的汤 白饭也能免费续碗 除了三杯三怪外 还能选择混搭版 就是大肠配肉片 入味的秘诀就是这三杯 酱油 米酒和麻油 先用麻油爆香才能炒进所有食材 不过特别的是 混搭版炒进的可不是白米饭 而是泡面 几宝三杯酱汁的泡面非常入味 除了三怪外 搭配带给嚼劲的大肠和肉片 超有饱足感 我觉得很特别 而且它的泡面就是很弹一样 然后跟外面吃起来不太一样 就是很酷 很长的吃看看 就是很近期 就是觉得 哇 怎么会这么好吃 然后特别弹一样 三杯杯里里面请 可以续饭给一层泡面 很特别 我们都去酒屋的食材饭店的酱汁 热情的老板总是笑容满面 原本做的是女装裁缝 一年前转行开餐厅 才知道做餐饮的辛苦 非常辛苦 你信不信我 原本八十四公斤 非常的胖 我现在虽然也是很胖 看你镜头撞不下 可是以前是更胖 以前八十四 来 我现在瘦掉了十五公斤 谁想减肥可以来 太辛苦 很辛苦 会这么辛苦 是因为老板煎食所有餐点 都要自己亲手做 像是最受欢迎的起司肉饼 瞧热乎乎的模样 一咬起司马上爆浆沾到手 会煎丝的美味外皮酥脆 里头带着浓浓起司味 是老板的招牌手工菜 好 非常好吃 一咬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热泡出来 然后那个香气泡出来 起司的味道 对吧 就澎湃的感觉 外皮 外皮吃起来就是脆脆的好 炸 刚炸好 很香 店里特别准备迎天菜单 让外国客人也能享受美食 老板发挥创意 让原本怪怪的台湾食物 客人却吃得井井有味 也见怪不怪咯 不客气